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呢 大家也都在观察 这次北韩是做足了开战的姿态 也警告外国使馆 这朝鲜拜祷一旦爆发战争 他是没有办法来担保外交人员的安全 不过也可能是狼来了很多了 这金正恩的信用也破产 因为目前所有驻平壤的外国大使馆 都是按兵不动 像英国的外交部就说 金正恩政府只是说说而已 但到底现在北韩情势如何呢 中天新闻特派记者林嘉玄 持续人在这南韩的林金阁 带大家来看看第一首资讯 到底现在北韩人都在做什么 这一天位于南北韩交界出的林金阁 天气很好 好到可以看清楚对面 北韩那边的边界动态 如果你要看得更清楚 只要在望远镜里面投钱 甚至连对面的一草一木 士兵的动作通通都看得一清二楚 尤其特别是在林金江的河岸边 更可以看到就是南韩驻守的阿兵哥们 今天在这个朝鲜半岛情势相当紧张之际呢 这些阿兵哥们仍然非常尽责的助手 在江边的这个看守台这边 虽然北韩交正寒打 但依然有许多观光客 刻意选在局势紧绷的时刻 来到南北韩交界处 这个老婆说战争是很有可能的 贝人呢他们说因为他们经历过韩战这样子的年代 所以很希望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 在这个南北韩的紧张之际 看一下北韩的景色感受特别的不一样 以上是记者在南韩所观察到的现象